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剛有一個小朋友 我二年級帶他的時候 他完全不認識字 不要說認識字 中英福號 沒辦法 去年的時候我一開始 我從中英福號開始教他 然後開始讀報 慢慢的一個字一個字 因為我們是週刊 我們週刊的話字比較大 比日報字大多了 中英福號也比較看得清楚 那剛開始他完全都不認識 真的中英福號一百沒辦法 然後我就開始一個一個 就是拼音叫他 然後慢慢讓他去讀報 讀報 讀報 每天去讀報 就讀那個詩詞就好 因為詩詞又更大 我們是讀報教育時間小的學校 除了簡報之外 我們做了什麼 請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每天早上的閱讀成報 是全校一起 7點40分到8點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成 來閱讀 來閱讀報紙 這是我們整建圖書館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閱讀小組 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閱讀小組 我們有右邊這三位 都是我們閱讀小組的成員 然後這是我們教育主任 這是我們校長 然後我們推閱讀的時候 我們每次呢 只要辦一個活動什麼 都是一定會經由這個小組來 來整個都全部都審核過 然後這是我們學校老師推閱讀 這是我們五年級老師推閱讀 然後他呢整個他是全部先把報紙呢 全部都用拍攝下來 然後放在投影片上面 然後呢 他來做一個讀報的解說 還有一個講解 跟小朋友來做介紹 然後這是我們一年級的老師 一年級四個小朋友 然後他整個小朋友代讀 我們老師真的很用心 那代讀之外呢 他還有做了一些學習單 出了小朋友 他會發布 因為我們第一年級呢 我剛剛提到我們是用週報 那週報的話呢 他的內容呢 可能就是比較沒有 而且一年級 一二年級還小 然後呢 他就是比較用導讀的方式代形 他自己會先帶著小朋友讀 讀不出來的時候呢 他會再去加以解釋 然後呢 讀完之後老師呢 會再把小朋友 再整個呢 再用一個學習單 來測試小朋友 測試小朋友說 這個在講什麼 讓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有在看這個報紙呢 然後這是我們六年級的老師 六年級呢 也是整班了 帶著早晨的時間來 來帶領小朋友來一起讀報 這個呢 我們學習要做有講真答 這是我的計畫之一 做有講真答 然後 這個剛開始 我們先做報紙的介紹 然後我們做有講真答 左邊這一張呢 是做有講真答 我們怎麼樣有講真答呢 我在每個禮拜呢 報紙裡面 從一到 一到六 一到禮拜 禮拜天 就整個一個禮拜 禮拜天第一天開始嘛 開始整個禮拜 然後從報紙裡面 找一些題目 可能找六到七個題目 問小朋友做有講真答 他們實際上是不是有真的去看了報紙 大學曲我做成語大考驗 後面呢是他的解釋 我成語後面就是解釋 那解釋完了之後 我會請小朋友來做造句 我會請小朋友來做造句 然後這個中間有空一格的地方 中間有空一格的地方呢 這是讓小朋友去填這個字 我可能我請他上來填 或者來問他這個字 或者是用 或者是那個字是注音的 我是用注音的問他 不見得是國字有的是注音的 這是我們做的與作家有約 這是我這學期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計畫活動 請那個王淑芬老師 那我們要請他來之前呢 我們前次作業很多 我們前次作業呢 我們要先寫學習單 然後讀他的書 然後整個做他一系列的整個主題的 整個差不多 我們要 我們要 我們整個 邀請他來前一個月的時候 我們整個全部都是 都是讀王淑芬老師的書 整個是一系列的一個主題就對了 然後我們做學習單 還有做一個小卡片 做跟與作家有約的 跟作家有約的悄悄 跟作家的一些悄悄話 然後呢 做一個小卡片 把他整個都寫出來 然後貼出來 還有做他 讀了他的書的學習單 這是王淑芬老師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是 堂堂姊姊說故事啦 我就是整個呢 整個呢 帶小朋友進去 然後我的指點員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 我們是希望能夠利用 說故事時間 帶領小孩子閱讀 在去年的時候 我曾經 運用國語日報 他有第一頭版 剛好那時候在刊登什麼 周大觀 周大觀文教基金的那個 頒獎 然後頒獎之後 隔天就報紙登出來 登出來之後呢 他就有一個 廖志 一個 那個 四川 四川 那個大地震 那時候那個大地震 一個 廖志 跟一個日本的 一個沒有腳 然後呢 他會 他就用腳去彈 他沒有手 然後就用腳去彈鋼琴的 然後我就利用這兩個 來做什麼 做生命教育 我做生命教育 因為廖志他那時候在 汶川大地震的時候 他的家人 跟他自己的 雙手全部都被震狂 然後用腳來跳 然後他那整個情形 我剛好上網去 去YouTube上面抓了一下 剛好也有介紹這個人 我就運用了國語日報 上面登的 我整個把國語日報整個秀出來 然後再把他的 廖志的整個故事 用YouTube的把他整個打開來 給小朋友看 我覺得國語日報很好用 我打算說我下學期 可能會運用 國語日報的那個 封面人物的版面 來做什麼 品德教育 品格教育 很多人的勵志故事 新聞媒體在 介紹一個人的時候 他馬上就可以 能夠把他 一個封面人物 就馬上就把他整個都看出來了 那我就覺得那個 就很好可以把他 用在小朋友的 生活品的教育上面 跟生命教育就很好 然後這個說故事大網 有一個地方不太一樣 各位看一下 我們會進行說故事比賽 大家好 一年級的小朋友 我是編號第一號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 小狗與小亨律 故事是很短 但是你們知道這個故事從哪邊來嗎 沒錯 就是小亨律 小亨律在哪裡 國語日報版 去找了一下 國語日報的那個小亨律 我們中高年級 是讓他們說故事 但是呢 我是想說 因為那小亨律的故事都很短 差不多四五個圖而已 沒有很多嘛 我就想說 就把它拿來給 那個第一年級的部分 然後來做一個語言的訓練 我覺得也很棒 然後做一個那個 當然這老師要聽過 但是呢 能夠站在這台上 就已經很棒了 然後我們運用了這個 小亨律的說故事 來帶領小朋友 做說故事的比賽 這次上學期 我辦了一個交換 這是我第一場的 第一個活動 然後希望 這個是好書交流的活動 然後小朋友呢 大家從家裡面帶一本書來 跟各位小朋友來做一個交流 然後把書全部都擺在前面 擺在那個桌子上面 然後小朋友坐在旁邊 然後等到我們全部都介紹完 之後小朋友來開始 來做閱讀 佛光商還有 還有我們的希望閱讀的專車呢 他們也都是有固定 到我們學校來做 來做一個巡迴 小朋友呢 利用禮拜二或者禮拜四的時間 來做閱讀 然後這是他們的志工 這是一個退休的老師 林燕湘校長 來做說故事分享好書 然後呢 這個是故事協會 來帶我們學校來推動閱讀 好 然後呢 各位這裡呢 因為我們國語日報 這個是我們一年級的老師 他做出來的 他給小朋友做的 學習單之一 小朋友呢 利用來做一個語詞 那像我的部分的話 我會用到造句 語詞造句都有 用我們的 國語週刊上面的 同事的部分 這個做什麼 把它互備 互備起來呢 給小朋友帶回去念 念跟讀 讀給家長聽 然後請家長要簽名 這是我們帶回去給小朋友的 這是比較針對第一年級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的學習單 然後這個就是小亨利看圖說故事 然後呢 讓小朋友來自己來創作 當一個創作 好 這是呢 一年級老師呢 看了國語日報週刊之後 請問小朋友的一些問題 讓小朋友確實真實的有去做一個讀的動作這樣 這是我們的讀報 我們的簡報 我們這高年級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校長自己親自下去帶作文營 閱讀作文營 這是我們閱讀走讀營 生活經驗 讓小朋友親手做這個 做這個美食 然後下去寫作文 做先做做完 做校長再下去帶作文 這是我們學校的小朋友刊登在 國語日報上面的 還有人間福報上面的作文文章 這個是在我們的教育局網站 網站上面呢 有學校的新聞報導 在這個右邊這個地方有學校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這個呢 都是我們學校小朋友自己去報導出來的 去報導出來的 我們就是 可見得我們小朋友的閱讀一直在進步著 學生哪裡是比較弱的部分呢 包含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字詞運用 一個是朗讀的流暢性 那字詞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從它的難字答對率比較低 還有我們的詞彙運用的變化小 還有造詞的思考時間比較長 這三個部分我們想看看 這三個部分可以怎麼樣來幫助他們 那朗讀流暢性包含斷句能力比較弱 念讀時間較長 以及讀音錯誤較多這個部分 那其實呢 我們在推讀報 並不是只有讓學生他喜歡讀報紙而已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每一個縣市都有一個 就是我們TASA能力測驗嘛對不對 他考的就是字詞還有段落還有篇章 以及整個的閱讀理解 所以呢我們在推讀報 接下來我們閱讀教育 我們希望可以改善的就是說 學生的字詞段落篇章以及閱讀理解 這個四大部分的能力 因此我們的理念想要提升 想要讓學生主動去閱讀 他喜歡主動閱讀之後 我們老師才可以去監測他的閱讀理解的一些能力 進而指導學生一些閱讀的技巧 還有提升學生的語文的競爭以及合作的能力 好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在一些禁教 跟結合一些外部資源的部分 包含大家講的嗎 雲水書車真的也非常忙 也開來我們學校 我們怎麼樣來推動我們讀報教育 是100年的時候呢 我們有申請了讀報教育實驗班 那時候是以低年級為主 我們的主要的部分是讓學生看圖說話 看圖說故事 那在101年的時候 開始我們想要教學生一些閱讀的策略 跟一些寫作的策略 所以我們申請的是寫作實驗班 那就是六年級申請 那內容是這一些 102年跟103年 我們分別是全校都已經加入了讀報實驗班 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加入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主題寫作 以及我們的心得續寫跟聽說故事的一個部分 那就是我們是從三年級的時候 三年級我們才開始進行簡報 在低年級其實我們是不太進行簡報的 那其實我們比較特別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我們在中年級之後 四下的時候開始 我們會希望我們的學生 不是只有會讀報 不是只有會簡報 更要進行一個創作的部分 因此開始我們鼓勵學生 進行主題式海報的製作 我們有發展出一道 我們生物多樣性的簡報課程 因此我們希望我們結合了我們 大六教學法 以及六頂思考帽的這個教學法的部分 結合在我們主題海報的創作上 之後會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跨領域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就看一看就好了 包含生活啊環境啊 時事啊語文啊以及同事的部分 那還有營造多元學習的空間 我們讀報主題大家可以看到嗎 大家都進行所謂的禁教部分 因為我們跟大家已經報告過 我們是環境教育的一個特色學校 所以我們在環境主題的部分 會稍微側重一下 包含說像戶外教育 遊學教育 外來種教育 生物多樣性教育等等 都是我們比較關切一些讀報主題 以及我們的時事主題 像是我們友善校園 像是我們的食安問題 像是我們的正向管教 等等都是我們在處理的一個區塊 還有主題是海報 這是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比如說我們找了一個 像小花曼澤蘭是外來入侵種 我們就會請學生他去思考一下 他可以去上網去找一下 為什麼小花曼澤蘭 他是外來入侵種 他對我們的好處 壞處 那六頂思考帽呢 有六種不同顏色的帽子 戴上這種帽子 你的想法就專注 例如戴上白色帽子 呈現的是直覺 戴上黑色帽子 呈現的是負面的思考 戴上黃色帽子 呈現的是正面的思考 那我們除了讓他們進行主題 海報的創作之外 還會進行一個 也是剛剛大家講的辯論課程 對不對 其實大家講的都差不多了 辯論課程 我們會讓學生去辯論 外來種它到底好還是不好 那現在可以跟大家老師請教一下 您認為外來種 它對我們台灣的生態 您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老師本身要有一個 算是信念吧 您才能夠跟學生去溝通跟討論 對不對 那外來種它有什麼東西 跟大家先報告一下 例如說像是芒果 例如說像是我們的鳳梨 它都是外來種 那外來入侵種 就是說它已經入侵到我們台灣 而且把我們整個台灣的生態 都已經弄亂了 例如說像是我們的魚虎 像是我們的小花曼澤蘭 所以我們會跟學生 進行個辯論討論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您覺得外來種 他們都說我們要移除外來種 移除小花曼澤蘭 那我們要移除芒果嗎 我們要移除鳳梨嗎 所以其實很有趣耶 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 可能大家不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我們要移除芒果嗎 可是芒果是我們想談的經濟作物耶 像學生 他們一直在思考 然後一直跟我們討論 非常棒 然後主題海報 這就是我們製作 根據六領思考帽結合他們的一個部分 在我們四年級下學期之後 開始就是跟學生進行這個討論 還有進行我們的 個別差異的讀報教學 包含弱勢學生的讀報指導啊 護士長讀啊 而且我們也成立了樂林學習中心 我們的讀報不是只有學生讀喔 我們那時候是想說我們阿嬤會拿去店菜嘛 對不對 我們要邀阿嬤進來讀 所以我們開辦了樂林學習中心 阿嬤社區祖孫跟我們一起共讀文本 共讀報紙 所以阿嬤其實阿嬤很多 我們那鄉下其實真的是有一點弱勢 所以很多阿嬤她其實不太懂 祝音啊國字啊 透過她的孫子在教她 我那時候好溫馨喔 雖然說有時候我們要留到晚上 心情難免會有點 但是就好開心喔 能夠為自己的村子裡面做一點事情嘛 那聽說讀寫作策略五合一 聽每天早7點半到7點40 我們不是全體讀報 我們是全體 你閱讀完之後 靜坐在我們的圖書館 聽老師講成語 那說呢 每週三的第二節下課 我們會有週三說故事小達人 他會分享我們的故事 可能是報紙上的 可能是他自己讀的書的 那讀呢就是每週我們有一節課的 幸福存者的主意了 還有我們的做全校學生 每週寫日記 校長每週改日記 並且累積我們的幸福基金 以主動讀報為領略 語文表達為目標 那在這聽說讀寫作五合一之後呢 因為我們學校也承辦屏東縣全縣閱讀教育計畫 屬於我們自己的繪本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一些繪本的相關成果 去年十二月 去年十一月底 我們在屏東縣政府大禮堂 進行新書發表 今年的三月 我們帶著我們全體十所學校的師生 一起來台北的信義成品 進行我們的新書發表活動 那這都是在我們台北信義成品 學生展現出來一個 不是只有聽 不是只有說 包含了他的發表 包含他的創作的這個部分 以下就是我們學校呢 在低中高年級部分分別做哪些情形 其實低年級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非常簡單啦 讓他們喜歡閱讀 讓他們稍微簡單的換句話說 然後寫一下這個報紙上面 它的意思是哪一些東西 其實低年級寫的東西 其實不會很困難 而且我們其實主要想要的是 我們低年級孩子 他願意閱讀 他喜歡閱讀 他對讀報 覺得是日常生活之中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在我們三年級的時候 開始我們會讓學生想一想 希望他們可以開始簡報 所以他們就簡了之後 開始老師會加入一些 閱讀理解的一些分析跟期望 以及希望學生可以寫哪一些東西出來 好不好 所以這是我們三年級的全班 共讀的部分 那到了四年級之後呢 其實四年級三四年級的 記性內容差不多 只是我們三四年級 會希望我們四年級 可以多進行一些朗讀的部分 因為剛剛我們講說 我們學生在分段的時候 或是我們在字詞的那個段句上面 是有落差的 所以中年級的孩子 我們就多鼓勵他 說簡報以外 多閱讀 多分享 多進行一些繪畫的創作 五年級的時候 開始了我們的四年級 下學期到我們六年級之後 更希望的是我們的學生 可以開始學會一些閱讀理解 跟我們一些記憶 跟我們一些閱讀的策略 例如說像是摘要 像是找重點 甚至寫出他的心得等等 那在六年級的部分 主要我們不要講的是六年級 六年級其實 我們學校六年級它其實蠻忙的啦 因為我們學校 從前年開始 我們就有定期出版繪本 前年 去年 今年 以及我們的明年 我們都會再發表 再發表一本繪本 所以我們六年級呢 我們讀報 希望它讀出來的東西 它不是只有 它會讀 會寫 會說 會做而已 我們希望它做一個部分就是說 它可以進行我們所謂的標竿學習 所以六年級 它常常會去我們的 低年級的一個地方說故事 所以他們在 他們在寫的閱讀單的部分 就會比較深入一點 好 那最後的一個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故事其實非常的有趣 當時呢 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企業家 他會贊助我們學校一些東西 或者是一些禮物嘛 那我們就會說 欸 來想一想喔 你覺得你最想要得到的禮物是什麼 他就跟我們校長說 校長 我希望得到的是 兩本自修 我們那時候就說 自修 仁德你確定嗎 他說對的 因為呢 我們那邊真的是 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買參考書 所以說 他會希望得到兩本自修 那另外這位旁邊的孩子 是我們校長跟跟大家說 我們想談再推讀報 再推閱讀 真的非常讓他覺得很開心的地方 就是去年我們得到了 屏東縣潮州區的作文寫作 其實只是第六名而已 但是這是我們想談第一次 隔了數十年之後 有一個孩子 他在我們的 潮州區分區競賽 開始已經有得到一些閱讀的獎項回來 所以我們就常常覺得說 嗯 真的非常棒 也非常的感恩 我們學校的風氣 已經從以前 大家對我們想談的 就是五龍五四啊 廟會啊 陣頭啊 等等風氣 開始已經 稍微有一點點的翻轉 有一點點的學習 那還有當我們家鄉故事會本的新書 發表的時候 其實都看得出來我們想談的學生 他是有一點點改變的 是讀報呢 成為孩子們希望的翅膀 希望帶著他們飛出低谷 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說 我們讓學生 他的閱讀不是只有 他的讀報不是只有 我們以前九年連貫講的是能力對不對 現在十二年國教 大家知道講的是什麼嗎 是素養 那能力跟素養有什麼差別 就是能力就是說 他會讀他會寫 他能夠分析出裡面的含義 那素養就是說 他除了會讀會寫以外 他還能夠真正的 應用在生活當中 而且內化到他的心裡面 我要介紹我們各個年級的一個 讀報的一個策略 在一年級呢 我們辦的一個 有一個是有獎爭答 這個有獎爭答是全校性的 是由各個老師輪流 從報紙上面出題目 隔週呢 隔週一 我們會公佈在 公佈讓小朋友去填寫答案 他答案填寫完之後呢 就投在那個抽獎項裡面 那由我去拿出來 對 如果是他是正確的答案呢 我就會 我們就會請校長在 禮拜一的時候抽獎這樣子 隔週的抽獎 那第二個他會簡報 簡報我們 待會一下我們所有的 老師都會進行簡報 那簡報的時間呢 就是在禮拜五的那一堂 閱讀課進行簡報 簡報五會就是 他們小朋友會 剪一篇文章 貼到簡報部裡面 他會去做一些彩繪 畫上插圖 那這個老師比較特別就是說 他之前 他可能會帶了幾個禮拜之後呢 全部都讓小朋友自己做 簡報他自己去選擇他喜歡的文章 宣出好詞呢 也是由他們自己去 宣出好詞 那之後呢 他們我們每 成間活動都有讀報活動 他們這老師就會請他們上去分享 我是帶二年級的 我總共 因為我當時看到這個國語之後 這個國語週刊實在太棒了 他總共有十二個版面 所以我設計了五個 五個一個讀報一個活動 那首先呢 我會先營造一個很溫馨 而且很舒適的一個環境 讓小朋友喜歡這個地方 讓讀報成為這個小朋友的一個好夥伴 那我第一個活動是 我愛讀報 早自修的時候呢 我會要求小朋友安靜的閱讀 因為這個國語週刊呢 他非常的多元 他豐富我們孩子的許多的一個見識 我們小朋友呢 他很喜歡看全球新鮮事 我在導讀這個全球新鮮事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的驚訝這樣子 那或者是小朋友在成長過程當中 遇到有一些困難 為什麼我老是愛遲到 為什麼我同學 我跟同學相處不好 那這個在那個成長OK棒裡面呢 都有很好的解答 另外一個是簡報高手 那我會運用學生投稿的文章 來進行家具的賞息 還有文章的防寫 我都會從國語日報去選擇 中高年級比較好的一些文章 而且不是很長的一些文章 讓小朋友來進行一個優美詞句的一個賞息 我的做法就是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會帶小朋友做一個美生的朗讀 朗讀完之後呢 我們會共同找出優美的詞句 不完之後呢 其他的這些插畫跟 他就要回家必須要完成這個插畫 還有他把剛剛我們所選的優美詞句 你可以選五個填寫上來 他有講到蒜香 他就會去畫幾顆蒜頭 就是會符合他 那我要給大家看這一張就是說 這個是在去年10月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所寫的 他可能 就是這個優美詞句是 我們一起共同寫 共同去找的 但是他在畫圖方面呢 我就覺得他畫得不是很好 但是到了學期末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說他已經開始會 就是說他已經喜歡這份工作了吧 他開始會運用那個漫畫式的方式 會有對話出來 這是他的一個改編 他的段句上面 這個小朋友苦心與疼愛 他的段句是心與疼愛 他就認為說好像優美詞句都是四個字 所以呢 我就還會再講解一下 那這個呢就是他們 小朋友回去做 自己去畫優美詞句 那隔天來呢 我會再帶小朋友一起來做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會再跟他們講這樣子 那我要帶小朋友做文章的一個防寫喔 這是一個小朋友做一個文章的防寫 我覺得我在沒有帶小朋友讀報的時候呢 小朋友寫的文章真的是 沒有辦法連貫 那我帶了之後呢 我發現小朋友真的是有進步了喔 那這個小朋友呢 他剛開始寫 我就發現說 他已經會運用到 因為我之後也會有教那個看圖說故事 我覺得小孩子呢 我在帶閱讀當中 我已經覺得他們已經有那些感恩的心了這樣子 這是簡報方面 那接下來呢 我會做成語的教學 透過週刊裡面的四個漫畫 我帶著小朋友了解成語的意思 進而造一個成語的句子 還有插圖 我會在教室張貼我自己製作的這個成語 比較大張一點喔 那我後來發現喔 其實你要讓小朋友 依照成語去造一個句子 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有一點困難喔 我記得有一次喔 我們就講到那個破鏡重圓 結果小朋友拿來的學習 讓我有點傻眼 他說我昨天跟哥哥吵架了 我們今天和好了 我們破鏡重圓了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破鏡重圓不是用在 是用在夫妻之間 是你的爸爸媽媽 或是你阿公阿嬤喔 那就是還要再澄清一下 他們的一些觀念 那接下來就是看圖說故事 我會透過圖畫 讓小朋友做一個共作 口語的分享呢 再引導小朋友說出故事的情節喔 就是讓小朋友自己去寫 那開始的我的版面是這種 我把它撿起來 後來把它用黑白的 讓他們去塗顏色 後來發現他們寫的很多 很多是因為我們用共作 共作完之後 小朋友去呈現他 那時候 我記得仿式的時候呢 王惠仁小姐有兩班上 來做一個教學 我覺得很棒耶 她的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有兩個小朋友對不對 所以她就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好 你說什麼話 你說什麼話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想法 所以在之後呢 我偶爾也會這樣子來 帶小朋友做這個看圖說故事 他們也是非常的開心 好 接下來是親子共讀 每天讀報紙給家人聽 精致 精致的感情 跟提升家長對讀報教育的重視 那我為了要確保他們 到底有沒有讀給家長聽 那我就做一個學習單 日期她讀的篇名 她的感覺還有簽名 感覺你不需要寫很多 第一個她說 不再忘記帶東西 她的感覺 她的感想就是說 我也不想跟她一樣忘記帶東西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喔 那我們會 我家訪的時候我就問家長說 你的小朋友有沒有每天讀報紙給你聽啊 那其實有些家人會有回應 她說有啊 她每天用那個很好聽的朗讀的聲音給我聽耶 我都覺得很訝異 接下來就是我要介紹我們讀報之後呢 我們班級分文改變了 孩子的飾演變廣了 小朋友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呢 他就會拿起這份報紙 這份報紙他會講的是 這個是全球新鮮事 他在講這個版面的時候 他有一個國旗 所以我們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 他們會去後面 會去那個地圖找 到底那個地方在哪裡 他們可能沒有這份報紙 他可能不知道美國在哪裡 歐洲在哪裡 西班牙在哪裡 不知道 但是有了這份報紙的時候 他們會知道說到底在哪裡 還有就是說 在這報紙上面呢 他還可以增進親子的感情 就是他們家人會跟他們的家人去分享報紙喔 還有我們班上的小朋友 主動讀報的也越來越多了喔 以前下課大家都衝出去玩了 那現在留在教室的小朋友也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改變喔 那 這是我們班的成校 他們就會主動閱讀的習慣 他對文字的敏感度提高了 還有他的口語的能力增強了喔 口語能力增強也會用到我的我上國語課 我會問小朋友段落大意 小朋友呢也慢慢的能夠很精確的說出那一段的大意在講什麼這樣 那三年級 那三年級他寫的這個是他們 禮拜五的那一篇的讀報課 那個閱讀課所上課的一個流程喔 就是他們全班會先讀一份報紙 讀一篇文章 後來老師講評 後來學生呢他們就會有一個心得報告 之後呢他們也會做簡報 那他們老師會說他們其實他們上了這個讀報之後呢 他們小孩子呢就會跟他 就會跟他分享很多生活上的一些點點滴滴喔 那禮拜五的時候他會規定兩篇的文章 讓小朋友回去做這樣子 這四年級的老師呢 他閱讀課 他就是先閱讀文章 之後呢他再請小朋友用那個螢光筆 畫上他不懂的語詞或者是成語喔 那之後請小朋友輪流上台 書寫在黑板上 後來他們就會玩賓果的遊戲 那之後他們就會餅乾保衛戰 所謂的餅乾保衛戰就是說 一個小朋友他可能站在講台上 他的題目是功虧一虧的話 他表演出來 如果底下的小朋友答對了 代表他表演很成功嘛 所以他那個餅乾就是他自己的 如果底下的小朋友答錯的話 可能這個餅乾就是要歸功了這樣子 那他們也會做一個簡報的一個活動 那五年級呢他們會做一個 有獎真答 簡報 還有四個漫畫 四個漫畫呢也是 也是利用那個小亨利來做 還有他文章的仿座 他會利用四五年級的文章 比較好的一些文章 讓學生來做一個仿座這樣子 那他們也會做那個小組的一個主題的報告 定好了一個主題 讓小組去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之後呢 再上台去分享 再做一個報告 六年級呢 會做個賓果遊戲 簡報 還有一個短文的創作 他短文的創作是比較特別 就是他會拿一個範文 就是給小朋友 他們在裡面尋找了大概五個優美的詞句 再請他們幫小朋友 一起共同來 利用這個五個優美的詞句 來創造一篇文章這樣子 他們會玩文字的接龍遊戲 增加他們那個語詞的一個語彙這樣子 那整個我們讀報的成效呢 我們低年級的學生 四字體能力已經提升了 還有主動讀報的小朋友 越來越多了 那中年級呢 他們會利用課語時間去讀報 而且他們對時事的敏感度提高了 那中年老師在分享的時候 他又反映到 學生會跟他討論時事 那高年級的寫作能力提升了 寫作能力提升了 因為他們投那個國語日報 他們有入選喔 還不錯喔 還有表達能力進步了 我們學校有一個小女孩 參加我們玉璃鎮的那個阿梅與朗讀 得到了我們真的第一名喔 因為他們平常他們 老師也會讓他們上海去表演 去表演 去發表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讀報的一個成效 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我們學校為了這個讀報 所做的一些活動 第一個就是教室精進 我們在每一個學期會有兩次的 舉辦兩次的研習 會請那個華大富小的秀蘭老師 來我們學校指導讀報的教學一個技巧 他除了食物的分享之外呢 他還有做那個實際的演練喔 讓我們對讀報更有一些想法 那我們 我們校內會進行分享 我們分為三次 低中高三個年段來分享喔 藉由老師的分享喔 我們就增加我們那個教學心得的一個交流 提升我們教師的教學的一個知能這樣子 分享之後我們得知道說 其實每一個年段做的 推的讀報的那個活動都不大一樣這樣子 還有呢 我們為了讓我們的讀報呢 更確實 所以我們就會利用親子教育的時間 或者是利用那個班親會的時間 跟家長宣導 這個讀報的理念 跟讀報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也會邀請那個家長 加入我們一個讀報的一個行列喔 期末呢 我有辦一個簡報的一個觀摩 這個觀摩的用意是要讓 讓那個其他小朋友去看看別人怎麼做 別的班級的小朋友怎麼做 後來你發現他們會交頭接耳的去欣賞別人的簡報 這也是非常好的 做成下次他們如果還有機會在這個簡報的話 他們應該會做得更好 那接下來就是投稿上報 其實我們學校很小 學生人是非常的少 我們全校只有33位小朋友 但是我們在去年一年喔 我們有四位小朋友有上報 我覺得因為對於偏鄉來講喔 他能夠上報 對我們來說長江國小來說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鼓勵喔 閱讀能力的培養呢 和習慣的養成是一條很長遠的路喔 我們也會堅持下去 而且呢我們要很感謝各位日報 給我們繼續走下去的這個一個機會這樣子喔 好 謝謝大家 我們呢